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比甲盛多买五张海报 但少买四支色笔 则李宗盛共花多少钱 好 我们看一下甲盛的部分 甲盛的部分 因为它是在算钱嘛 甲盛的部分是AK10张的海报 海报是20 色笔呢是50 甲盛所花的钱是20 AK10再加上50 Y 乙盛比 为是比 你要是光想会想不出来的话 我觉得你就看着题目 去把四支列出来 乙盛这是比 比甲盛多买五张海报 AK10多买五张 每一张是20元 少买四支色笔 Y的部分少买四支 这个是50元 好 所以乙盛是这个样子 那么乙盛共花多少钱呢 乙盛花的钱就是这一些 要整理哦 如果说不整理 直接这样子写是不行的 20X的部分 20X从这个地方算 加上100 然后再来是这里 50Y 减掉4520 200 原式呢 会是 先把未知数的部分 写在前面 长数的部分写在后面 编掉100 好 写成这样 一般买的 一般所花的钱 是这个样子 OK 工商时间 我们公司也贩售手工罩 我们在这里特别推荐 本公司最厉害的手工罩 松香强效去污加湿罩 100%纯天然的植物配方 你不要以为纯天然成分 它的清洁去污力不会稿 它真的纯天然也可以拥有 超强劲的洗洁力 跟蓄油垢的能力 我们拿下来的是 抽油烟机的 除油槽 大家都知道 这样子的除油槽 是很难清理的 我在使用这个除油槽的时候呢 我先喷了一下 我们的松香加湿罩 然后呢 我再放到清水下面 去稍微清洗一下 你看我用我的手 去把这个油垢 然后把它搓掉 然后那个手几乎就没有黏腻的感觉 当然还有一些旁边的一些缝 还有一些黏黏的 那么我就会用我们的四号罩 把它喷一喷 然后再用我们的菜瓜布 或者是用海绵 稍微把它抹一下 抹一下之后呢 这些油垢呢 这些油垢呢 就会被化掉 就很好洗 超好洗的 之前我们如果说是 使用一些化学的话 你可能就要戴手套 或者是戴口罩 可是像使用我们这个 纯天然的四号罩去洗的话呢 妈妈在洗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它超好用的 几乎是不伤手 这就是我们的四号罩 通常我都会在洗完之后呢 我再喷一些 在这个除油槽里面 然后再把它放到 我们的抽油烟机下面 然后我还会再加一点水 加一点水 让这个除油槽呢 它有点水 然后让这个滴油滴下来呢 它就会在水的上面 这样子使用起来 嗯 下次再清的时候就会更好清 就像我刚刚做示范的时候 嗯 只要用手抠一抠 它就干净了 希望呢 我这样子的示范 可以解决你在 清洗抽油烟机的时候的困扰 它是超好洗的 我接下来呢 就要把它放到我们的那个 抽油烟机下面了 嗯 有机会你可以 买我们的四号罩试试看 我觉得可以解决 很多家庭主妇的困扰 有一个二位数字 它的个位数字是Y 十位数字是X 若个位数字与十位数字互换 得心数比元数大25 列式只是列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说元数 原来的数目是元数 我先来写给大家看 23 这个2 你看起来是2对不对 其实它是20 因为2的这个位置是十位数 这个2 它是在十位数 这个3呢 是在个位数 所以23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2在十位数 元数 十位数字是X X在十位数 这个Y呢 在个位数 这乘以1 1可以表写 元数是这样 如果说位置互换 那么就会得到一个心数 心数互换 意思是说Y在十位数字 位名啊 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国小学的时候 有学过位名 好比说123 这个3呢 是在个位 这个2呢 是在十位 这个1呢 是在百位 这叫做位名 它的位字 10Y再加上X在个位数字 这里有一个 这一句话 我们可以拿来做四字 我之前有教过同学 你碰到比的时候写等于 碰到大的时候写加 心数 心数是十Y加X 比 比 元数是十X加Y 有没有看到大 大叫做加 大 二十五 四字就写出来了 如何以二元一次方程式表示出来 我们写到这个样子是不行的 请各位同学再整理一下 在整理的时候 我们习惯看X在前面 然后Y在X的后面 所以我们把它移到这个地方 X搬过来 十个X 这里 要换符号 所以是9X 减掉9Y 这里是0加25 好 你可以这样子写 9X-9Y 加25 等于0 OK 或者你写 9X-9Y 等于-25 也OK